白话佛法第九册第二十六章 物者十本性 物者十本性 今天跟大家讲 学佛人要懂的每个人都只有一颗心 但是这颗心会延伸出多种情 比方说它会延伸出爱情 真情 施情 还有各种各样的情感 人生最难平衡的就是你这颗心 所以师父一直跟你们讲 做人学佛最难的就是让你这颗心能够平静 因为这颗心不停地在延伸出很多善恶意念 很多人说我这颗心是怎么延伸的 实际上它是一个自然规律 规律是什么 犹如一个世界会有各种不同的天气一样 有的地方在下大雪 但是有的地方是干旱 我们的一颗心 有的地方是痛苦的 但是有的地方也让我们快乐无比 所以真正的学佛人 要视这些延伸的心态 为一种附属的心态 附属的心态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本来不是属于我的心态 而是因为我跟外臣 六欲六臣接触之后 所产生的一种附属体 不是你的本性 很多人为什么找不到本性 为什么身上有很多坏习惯 就是因为它已经延伸了 它本性以外的附属的那种心态 那种恶的心态 贪的心态 鱼吃的 嗔恨的心态 学佛人想圆满 必须成就实相 你想在人间把什么事情都做得圆圆满满 首先在你的心里 你就必须懂得一个真实之相 叫实相 真实之相是什么呢 真实之相是从你的内心发出来的 由你的般若智慧所显现的 也就是说人有智慧 有菩萨的智慧显现出来的 在你心中所映照出来的那些事情 那些真相 那么才叫实相 师父告诉大家 有一个小孩子什么都不懂 看见汽车 他就说是汽车 这个时候 这个孩子对这个汽车的感觉 只不过是汽车 而一个大人 所感觉的汽车 和小孩子感觉的汽车 一个是概念性的 知道这就叫汽车 大人可以知道 汽车可以载我去上班 下班 汽车是可以拖着我走的 而一个机械工 修理工眼中的汽车 是由发动机 和各种机器 所产生的一个实体 所以同样的一个东西 让三种不同的人去看 会产生三种不同的理解和界限 所以 佛学是哲学 大家对人生的看法 为什么会不一样呢 就是没有好好的 把佛法的经典 融化在你的心中 人看问题 看事物 为什么看不准 很多人学佛 为什么会学偏差了 就是因为你看不到 它的本质 所以才不能称为 实相圆满 如果是菩萨 就必须学习无我 无我是什么 无我就是忘记自己 你成为一个无我之人 你有无我之后 会生出一切 比方说 今天这个事情 因为我跟别人不开心了 因为我有我 我跟别人不开心 那么是我字当头 我跟他合不来 是我在作怪 我今天失忆了 没有赚到钱 也是有个我 这个我字 就充分代表了我值 我执着 所以我才会失去更多 如果是无我 就会生出一切善果 如果把自己完全丢开 放弃 那你就没有争斗 没有称恨 没有愚痴 一个学佛人 尤其是学菩萨的人 要生出一切的善的 这个基础就是无我 比方说 我今天发心慈悲 我的心很慈悲 我对别人很感恩 就是在无我的精神上 发菩提心 你怎么会慈悲呀 因为你感觉到别人很痛苦 感觉到别人很烦恼 所以你才会觉得他可怜 为什么觉得他可怜 因为你没有在想自己 你感觉到他的感受 那就是把自己忘记了 所以无我才会生出自卑心 要用无我的精神来救度众生 救别人的时候 不要想到你自己 为什么很多人救人家救不好 我没有办法去度人呢 我度不了人 因为我没有时间 因为我怕沾染灵性 因为我家里的事情太多 因为我怕以后倒霉 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有我 你就成不了菩萨 菩萨没有自己 只有别人 这个时候你才能救度众生 所以无我是佛法的经典 学佛就是要用无我的精神 来救度众生 用无我来修行 因为修行要无我 就是我今天在修行当中 不要有我的感觉 自己就会好好的去修 去除自己身上的毛病 脑子里只想到众生 没有自己 那你就修成了 只要用无我来修行 你就会达成圆满和成就 你们去看 就是无我这两个字 就能成为你超脱六道的 一个根本基点 就是基本点 你们去看看小成佛法里面 也是讲了无我 如果你想在小成佛法里 成为生门道 圆觉道的菩萨 你也必须要无我 所以 学佛人最大的基本点 就是要无我 其实 无我就是一个菩萨的慈悲原体 就是慈悲的本原体 师父给你们讲的都是菩萨的经典思维 你们在别的地方是找不到的 无我 是菩萨的慈悲心的一个来源 你想成为菩萨 你想成为菩萨 你必须要有这个原体 就是说 你今天想学佛的人 你至少要很善良 这是一个人的本原体 如果一个人没有这种本原体 你就不是人 你连最起码的良心 善心都没有 如果你今天想成为一个菩萨的话 你如果还有自我 你就成不了菩萨 所以 这个本原体 就是会画出一切的菩萨形 师父给你们讲了 无我 是一个慈悲的本原体 而这个本原体 会画出一切的慈悲心 菩提心 大悲咒里边 有菩提叶 菩提叶 菩陀叶 菩陀叶 这是什么意思呢 师父讲给你们听 一个人拥有了菩萨的菩提心 相当于有了一朵莲花 而这朵莲花开出来的慈悲 就是由这朵莲花的根 本原体所开出来的 所以 当一个人心中有佛 有慈悲 有善良心的时候 他的本原体就起变化了 身上开出的到处都是莲花 菩提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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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陀叶 菩陀叶 这是梵语 菩陀就是智者 有智慧的人叫智者 觉悟的人叫觉者 用白话解释 就是说 智者啊 觉者啊 觉到啊 觉心啊 觉到是什么 你觉悟后 知道了这个佛道 佛菩萨这么好的经典 并把它运用到人间生活之中 你就是一个觉悟者 因为你觉悟了 你就知道了这个道 佛的道怎么走 然后 要懂得决心 知道这条道 我的心 要觉悟 我用这颗心 去走完我的学佛之路 所以叫智者 觉者 然后就是觉到啊 觉心啊 大悲咒里 菩萨的每一句话 都要你们懂得觉悟 觉悟者 觉心也 你今天 能够明白人间的一切道理 都是轮回的 都是因果的 你就是一个觉悟者 你的心 一定会明白 你今天 是个觉悟的人 你一定会觉悟 就是说 我已经明白了 我知道 佛一定是好的 菩萨是好的 所以 我一定 跟着菩萨 好好的学下去 这是 相辅相成的 我觉得 我 голов一切路 我也 grief 比骗 Forgive 为 试